皇帝,在古代可谓是社会中全是最大的人,而作为男人,皇帝最让人羡慕的一点便是有着加力三千。虽然说,这三千的数量只是虚指,但是皇帝至少也是有个百来恶嫔妃的。 而我们今天所要重点讲的这个男人,他不是皇帝,却有上百位妻妾,比有些皇帝还要多,而且,这个男人还常年食用人奶,最后活到了一百多岁,这个人就是西汉宰相张仓,他生于战国末年,死于汉景帝五年。 战国末期曾在荀子的门下学习,于里斯、韩非等人是同门师兄弟,在秦朝时曾经当过御使。 刘邦起义,他归顺了刘邦,西汉王朝建立之后,他先后担任过戴乡、昭乡等官职,因为他帮助刘邦清除燕王当土叛乱有功,被汉高祖进封为北平侯,以后又签生为祭乡,主祭。 汉文帝时万英去世后,接任丞相一职,汉文帝后援元年因政界不同而自动隐退,主要门生为是洛阳人假义。 他教证九章算术,制定立法,也是中国历史上主张为除若行的一位古代科学家。 张仓在秦朝时,曾担任过御使,后来犯事,逃跑回家,佩公经过阳武时,张仓以宾客的身份,跟随佩公攻打南阳。 后来张仓因为犯法,应该斩首,脱下衣服,扶在刑具上时,身体又高又大,同时还有一身白皙的皮肤。 奸斩官叫王陵,是刘邦混江湖时的老大哥,他觉得张仓相貌堂堂是个人才,于是向刘邦求了情。 最终张仓逃过一劫,张仓跟随刘邦进入关中,灭掉秦国,又跟随刘邦入汉中,还并三秦。 他还跟随韩信一起攻打赵国,并亲自俘虏了赵国大将陈瑜。 在平定燕王赃途的战争中,张仓立下战功,被封侯,刘邦嫁封后,吕后专权,吕至大封娘家人,为王扰乱朝政,吕至死后,太魏周伯玉丞相陈平铲除吕后于党,迎接代王刘恒继位,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。 此后专相几经一首,汉文帝前元三年冠英为丞相,四年去世,张仓继任,因为擅长立法和音律,就制定出各种器物的度量标准,以作为天下百宫的规范。 整个汉代研究音律立法的学者都师承张仓,张仓比萧和、曹灿、陈平等都能活,他一口气干了十五年丞相,才因病辞职。 张仓在辞去成像植物之后,年岁已经很大了,嘴里没有牙齿,只能靠吃人奶度日,于是他便养了一百多位女人专门给他供养母乳,每天他都靠吃人的乳汁生活,而且他吃人乳还特别讲究,只喜欢年轻貌美的少女,只要是生过孩子的妻妾,不论长得多漂亮,张仓都不再碰他们,他在一百零四岁时才嫁贺妻去, 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。别说是七十古来西的古代,就算是现在社会,一百零四岁也绝对是高手。